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据稿没爆料 阿娇与老公赖红果已于3月1号离婚 知情人透露是阿娇主动提出离婚 并且这一切早有预兆 早在2018年阿娇就提过离婚了 之后两人分居长达一年 阿娇也通过经纪公司回应称 两人确实已经签了分居协议了 希望能够给对方一个冷静期 这段曾经在迎平大秀恩爱的婚姻呢 仅仅维持了14个月 难怪前段时间阿娇深夜在某直播平台上给一位男主播狂刷了6万元的礼物 因为这段婚姻早已经破碎不堪了 但是评论区有一句留言却令人唏嘘 阿娇真的被陈冠希毁了 跟有甚者直接破口大骂 这么扎的贱妇也有人邪 如今的阿娇已经快40岁了 即使离婚上个热搜 却依旧被钉在耻辱柱上 网上也有不少关于他前夫赖红国的黑料 却没有人提及 赖红国曾多次被曝私生活混乱 与异性关系暧昧 而且赖红国还有一段婚史 只维持了半年也是闪婚 不过婚史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却被前妻多次爆料行为不检点 玩咖本咖 出轨大兄妹 当然这一切真真假假 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只是燕照门事件已经过去了12年了 主角们却没有一个好下场 实在是令人唏嘘啊 陈冠希这三个字是阿娇最心底的痛和伤 2008年 他曾经在节目当中感慨 对案情已经没有了期待 只想要找到相伴一生的那个人 生个漂亮的宝宝 陈冠希对于阿娇而言啊 绝不是几张照片 而是最美年纪里 少女最单纯的爱恋 阿娇曾说 我对陈冠希是一见钟情 是啊 若不是真的喜欢 怎么会分分合合四五年 若不是真的喜欢 怎么会允许拍那些照片呢 在一次节目当中 主持人问阿娇 现在有后悔吗 出人意料的是 阿娇毫不犹豫的回答 不后悔 唯一想不开的 也只是当初陈冠希为什么没有就此事给她道歉 身为女明星啊 她当然知道这些照片流露出去会是什么后果 可她的理智没有战胜情感 爱了就爱了 错了就错了 所以在燕照门事件当中 最难走出来的也是她 彼时 照片被公布之后啊 陈冠希离开了香港 张柏芝有卸家庇护 阿娇父亲去世 母亲再婚 家中无权无视 无人依靠 清纯的形象被打破了 孕女成了令所有人耻笑的孕女 此后 阿娇似乎成了过街老鼠 她被撤掉了代言 接不到信 更没有综艺 愿意去用这样一个污点艺人 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却只能道歉 此后 只要是阿娇出现的地方啊 人们都自动联想到燕照门 而每每提及 阿娇总是忍不住掉泪 这三个轻飘飘的字啊 却成了阿娇一生当中无力背负的大山 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 可能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给自己做个了断 但是往深层次想 死也不能够解决问题 要是我死了 我的问题会落在我身边的人身上 在这十多年里啊 阿娇曾经无数次的想到过死 可是死多容易啊 活着承担责任才是最难的 还有另外一位燕照门主角之一的张伯芝 当时啊 受到的影响是最小的 谢霆锋说 那一天我提醒我自己 你已经是她的丈夫了 必须得支持她 并且她的公公谢贤 婆婆 迪波拉 也给予她最大的支持 然而2011年啊 张伯芝在飞机上偶遇成关系 并且与其一起自拍 这个举动彻底的恼怒了老公谢霆锋和公婆 再后来他们反目成仇 谢霆锋寻回初恋王妃 节目通告上不停 只有张伯芝行单影之 独自抚养孩子成为了单亲妈妈 她再也没有经历拍出好作品了 曾经的金像影后成了烂片女王 其实无论是阿娇还是张伯芝 都已经被燕照门毁了青春 社会的舆论和人们的嘲笑 让他们本该灿烂的人生蒙上了一层厚重的灰 即使他们本身并没有错 即使这明明不是性丑闻 而是性犯罪 但是在那个时代 女人之姓被曝光 就是她犯了道德罪 无论曝光是怎么发生的 燕照门事件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旁观者的笑料 却足以改变他人的人生轨迹 人生浮沉12年 或许只有等时间来治愈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芬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